郑英权卸任后被廉政公署引用防止贿赂条例控告三项罪名 首项控罪是行政长官接受利益罪 指郑英权在2010年1月至2012年6月涉嫌利益输送 接受物于深圳福田东海花园的住宅物业的装修工程 第二项控罪是公职人员行为适当罪 指郑英权批准熊涛广播申请时 没有向行政会议申报、披露或者隐瞒 他当时用便宜于四道价格租住熊涛的主要股东黄楚标 在深圳东海花园的单位 第三项控罪是指郑英权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7月期间 建议提名设计师何州里搜寻时 没有向政府披露何州里正为其东海花园的单位进行室内的设计工程 郑英权在庭上对以上三项的控罪都表示不认罪 案件预料要审讯20日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陈盘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庭上有外的区别旅行 酱水 在庭上的区别旅行 是 感谢观看